会开启逻辑函数 然后我们利用逻辑函数做什么 做一些练习 什么要练习 就是 第一个当然也是用 它内建的函数 if函数 可是如果用VBA怎么做 那当然我们从函数到VBA 那函数里面当然 if 它可以处理的其实也是一重两重 然后多重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成绩合不合格 那当然你插入函数的话一定有if 你可以用逻辑里面 或者这边已经有了 逻辑if 那if的话它一定会问你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逻辑什么 如果这个儲存格假如说是 大于等于 因为60分也几个 大于等于60的话 那我就输出什么 输出假设合格跟不合格 合格 OK 那另外的话反之就是不合格 不过if还蛮贴心的 离开它自动帮你加前后双以后 它会自己加 可是我跟各位讲 有些函数不会自己加 也就是你一看 本来应该加你没加 那就错了 只是说因为有些函数它会帮你加 好 那这个逻辑应该很简单 如果它大于等于60那合格 反之是不合格 这应该很简单 下下填满 OK 那就比较 可是问题 假如我今天的题目改一下 不是合格跟不合格 而是什么 ABCD 或者甲乙丙丁之类的 比如说我今天要针对乘7 如果它大于等于80分 那就A 假如它70分到80分就B 70分以下到60分 那就C 不及格就D的话 诶 个问题来了 如果我今天用类似的方法 你会发现 合格不合格 好像就行不通了 所以怎么办呢 通常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可以 如果多重的话 你可以先处理往上 这个100分到80分 这个区间 我先一乘 这个是A 然后这个往下 再这个往上 那剩下就B 一时类推 反正你就是 这样的方式 可是问题 剩下来的就D 可是问题 它这个一格两格 一二三四 两格 那怎么处理四格 逻辑判断 通常是这样吧 我的习惯是 一 我会先处理什么 一样 一样才插乱 所以你也可以重来 把它删掉一下 如果多 现在加一个多重 加在这里 如果我今天的插入函数 那一样的话 罗击 这个 怎么样 大于等于 八十分的话 那我就A 可是呢 剩下来就B C D 可是问题一个格怎么办 很简单 你可以怎么样 那 再到前面这边插入 就是游标放这里 有没有 如果你要在这个公式里面 再继续做逻辑判断的话 游标放这边 记得点这边的椅符 然后它会帮你把这个椅符再放在这里 那你再去判断 C D E 就 B C D 就可以了 比如我做这个 游标放这里 再插入一个椅符 你会发现它自动帮你加在后面 然后呢 逻辑什么 这个如果假设大于等于再来就70 那就B了 因为A已经把上面用掉了 所以剩下B了 OK 然后呢剩下还有吗 所以再插入一个椅符 所以一样哦 游标放这边插入第三个椅符 然后呢 这一样这个乘七大于等于60分 那这边的话就C 剩下来的就D 所以其实这边会用到三个椅符 一幅一幅 OK 然后游标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向下填满的话 那A B C D就逻辑判断就出来了 那也就是将来哦 如果说你还有更多的话 你可以一直潮状下去 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五 一直划分下去了 OK 那也就当然这个地方哦 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可以从这边加 要不就是说你可以自己这样打下来 刚刚问题我发现大部分同学 用刚刚这个方法应该比较不容易错 可是如果你自己这样打的话 很容易错 错的位置大概也许刮壶数量不对 比如前面有三个刮壶 你缺少一个或多一个也不OK 不过我是建议最好这个也会这个也会 因为我发现其他的 除了以色友之外 有其他工具也是类似试算表 他就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他有上面东西 所以如果没有下面东西 你如果要打公式也可以打对的话 那表示你应该 所以有些人一下子 没有这个东西可能就不会写公式了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多重 再来等一下来看VBA 如果我今天希望 按个按钮 自动帮我全部填满好了 那大概有几个方法 要不就把公式放进来 要不就我们刚刚讲的 不要放公式 所以我们渐进的 也许丢公式 这个应该如果你刚刚会 刚刚的方法 这边应该OK 可是如果都列手了 我们可能就会跳过丢公式 直接就看VBA怎么去操作 逻辑判断的部分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合格不合格 跟ABCD 画面先还给各位